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制作的黄瓜煎饼到底是怎样的一道风味小吃呢 要想同时得到黄瓜的清香爽脆 虾仁的鲜嫩以及软薄却不散烂这三重口感 于是星师傅又会用到哪四个制作要点呢 今儿我们请来了于是星师傅 来 黄瓜交给您于师傅 咱们怎么做呢 拿一个盆 这个是擦子 擦子 就是咱们平时搓出这个丝来 对 我们先把黄瓜给爆出丝 爆出丝 这特别方便 这样的话 这个黄瓜的汁水也没流走 对 这粗活我来 来 这活我来 您 您看着点 这个黄瓜擦的水 要连汁在黄瓜一块都擦进去 要的是这个黄瓜汁水的清香 对 而且味道还好 要是咱家里没这擦子 切成汁也行吧 切也行 但是的话就没有擦的这个 均匀 好 黄瓜弄好了 行 把它倒出来 好嘞 您别说 现在的黄瓜真是好 清香扑鼻的 味道很好 好 现在我们把鸡蛋给加进去 加几个鸡蛋呢 两条黄瓜 我们加进三个鸡蛋 加三个就行了 然后 给它抽打均匀 抽打均匀 顺便一个方向抽打均匀 让它鸡蛋跟黄瓜融合在一起 明白了 然后这会的时候 我们要给它加进一点水 还要加水 这边已经稀稠差不多了吧 对 加水的目的是什么 完全的用鸡蛋 这个饼做出来会发平 加进一些水 让它软化一下 余师傅说的这个挺呢 就是煎出鸡蛋可能稍有点硬壳那样的感觉 加点水呢 更软塌塌一些 来 多抽打均匀 把蛋清打开 抽打成什么形状 什么样就行了 融合了就好了 融合了就好了 好 好嘞 现在往里加面粉 加面粉 我们加面粉的时候 不要把它一次一全倒进去 那样容易结块 对 一来容易结块 二来你掌握不好面粉的用量 我们一点一点来 对 一点一点的 然后赶紧的 给它调到面 鸡蛋 还有黄瓜丝 调到一种护状的均匀了 护状 因为我在家里也做过这种鸡蛋薄饼 您说这个步骤很关键 有时候这个小小的一个步骤 就导致你这道菜失败了 因为你要轰倒进去拌碗面 里面马上就出现 你看就像这样的小疙瘩 然后你在盘出来的饼 有的那块已经很好 但偶尔吃一口里面有一口生面 太影响口感了 好 这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行 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 好 这个 切会儿让它放 红瓜煎饼里边吧 然后加一种的虾仁 虾仁 就咱在超市买的这种虾仁是吧 对 为了让虾的味道更好 我们现在把它处理一下 加入少许的盐 加一点盐 然后加入一些蛋清 蛋清 刚才那里面已经有鸡蛋了 还要加一点蛋清 对 加这蛋清 加少许 给它姜一下虾仁 也就是上姜 上姜 这样姜一下的虾仁 比取它的腥味 一二 它更饱满 味道更鲜美 明白了 那是不是一会儿虾仁 跟这个面糊在一起的时候 也好粘在一起 主要是让这个虾的味道更鲜美 状态更饱满 这个虾处理好搁一边 接下来是不是该 拼锅上火 好 加上少许的油 加少许的油 好嘞 转一转 对 转一转 让油均匀 下面我们把这个饼里边 给炒成味 来 盐 要是给小朋友和老人做的话 盐一定要少 对 这个呀 很多小朋友是非常爱吃的 你看加入了这个黄瓜之后 又有黄瓜的清香 我估计小朋友非常喜欢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好 我这儿锅也热了 这个锅呀 基本上呢得烧到差不多有 两三成热的样子 不能太热了 对 因为太热了 你到里边一下就定住了 容易糊 对 一大勺 一大勺 咱们的锅大 好嘞 来 进锅了 对 再来一点 再来一点 好 进锅之后得迅速转 对 我干过这个 马上这样一转出来之后 就是一个特漂亮的圆形 现在呢我们趁着它这个 刚刚那个还没有定的时候 把虾仁均匀在马方里边 哦 这么搁的 不是直接拌到这个湖里的 对 再收一煎饼 让它整个表面定住了 煎这个青瓜烙啊 还有什么糊塌子啊 泡菜饼啊 反正这种软煎饼 一定要掌握好 能够这个火的温度 火的温度不能太热 太热了 这边糊了 那边没熟呢 现在基本上呢就可以翻了 因为它定住了 好 翻这个 我很担心 这个虾仁会不会掉 不会 它基本上这边已经都沾上了 都沾上了 好 我看看啊 那你怎么翻 快 真没事 你看这边一看 已经让你很有食欲了 最好玩 大伙看啊 你看一翻过来 它迅速 膨胀 长大了 对 因为里边有鸡蛋嘛 对 现在已经很有食欲了 你看尤其 真好看 尤其是那个 它加入鸡蛋是黄黄的 再有那个绿色的那个黄瓜绿色 虾仁变红了 你看 多有食欲啊 现在呢 这个黄瓜煎饼 我们就熟了 出锅了 一张 好 您看我们 做好的这个青瓜饼 多漂亮啊 还要把它切一起 方便吃 对 切成盐 嗯 打成米子状 打成米子状 嗯 加的时候很好 好好加 我们给它再摆在这个盘子里边 你看鱼师傅多细心啊 摆得也很漂亮 你看这么一摆完之后 有点像艺术品了 剩下这盐子给你 好 这可以让我品尝了 来 嗯 美味无比啊 嫩极了 口感也很好 你看黄瓜还能咬出那种脆脆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的青瓜饼 您学会了吗 怎么样 黄瓜的这种新吃法是不是很特别呢 制作这道清香软糯的黄瓜煎饼 首先要把黄瓜擦成丝 按2比3的比例加入鸡蛋打匀 加入适当的水和面粉 调成西护状 面饼入锅 煎制的同时 放入上浆后的虾仁 将面饼煎制表面金黄 就可以出锅了 您买菜的时候 只需要买回黄瓜鸡蛋虾仁和面粉 就可以马上体验黄瓜的这种新吃法了 赶紧来尝试一下吧 既然是建议宫的原因 放入上浆后的观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